唉 太可惜了 中環的最後沒有辦法突破八翔 到東京去打試賽 這四場律賽讓我們從一開始原本的絕望 到有點開心 到做失望 最後到很高的期望之後 最後又落空 所以我們可見是做了一場冰的消費 那賽後很多人就還在檢討出 為什麼我們不能像十年前的2023一樣 有機會到八強的日子去打試賽呢 與其他時候很多人又變成了鍵盤專家 在分析到底原因之敗在哪裡 我們要如何檢討記取校訓 讓我們四年後有機會再重辦農藥 我原本以為第一失敗原因是賽程安排問題 網路上非常多人說 我們身為主辦單位 為什麼不能像日本一樣 享有四場都打完場的權力呢 你想想看 我們前一天晚上跟荷蘭激戰到九局 之後隔天馬上中午就要開打 很多球員的心理生理都出了狀況 當然不能打好比賽 你是否一定要認為呢 如果你一定要認為的話 你看看我們A組其他球隊 像古巴、荷蘭、義大利 他們都有非常多國家也打過 就是說我昨天晚上打完隔天中午比賽 一樣贏著球 願不融合一個國際賽事 球員的身理心理狀況調整 都是比賽的一環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問題 歸類在我們賽程安排不好的點上面 可能是不完全正確的 所以接著又有人提出說 是否國內的職業棒球運動 政府和企業投入資源不足 強度不夠 但是你想想看 對比10年前2013的時候 中華職棒只有四對 也非常多大企業財團 並沒有投入這個職棒市場 但為何10年前我們可以進八強 打入東京 現在反觀理到中華職棒 現在目前即將要有第六隊產生 而且非常多是大企業大公司投入這個資源 讓優秀的球員都拿到高薪 好好在台灣中華職棒可以發展 所以你把原因歸類在 我們國內職棒的資源不足 強度不夠這一點的話 相比10年前這個說法不準確 但最後我們認真來看了一下 這次A組五支球隊 全部都是二勝二苦 所以要比進擊要比什麼 最終就是比得失分 結果得失分一比 哇!慘了 結果我們中華隊失分 卻是我們這一組失最多的 這代表什麼隱憂 就是我們的投手 你確實沒有錯 看一下中華隊這次投手名單 近大聯盟的比例 甚至排到所有DBC 各國之中 我們都可以排到倒數平常 我們相較其他國家 近大聯盟的投手非常不多 那有鑑於這個原因 如果未來一樣四年後 如果我們一樣在遇到 我們徵招海外的投手 不尋常情況之下 我們要如何靠本土職棒的投手 來撐起一片天 甚至有實力能去打國際賽 這就是未來這次的檢討的方向 具體該怎麼做呢? 總監聽到有著球體講得非常好 我們可以從制度去下手 比方說我們可以限制 我們中華職棒各隊使用羊頭的比例 總監哪是一個職棒母 我小時候就看魏玄龍跟兄弟想 我記得在職棒前五年那個時候 有非常多的外籍巨砲 但為何這幾年外籍巨砲反而少了? 反而紛紛各隊都採用羊頭 所以是否我們可以從制度下手 限制各隊羊頭的比例 反而他們可以取代去使用一些強硬的羊砲 羊砲多了 可數就能強化本土投手的實戰跟磨練機會 更可以讓更多先發投手有更多上場的機會 因為畢竟比賽是要靠練習 實力是要靠鍛鍊出來的 但不如何啊? 這次我們對宇宙旁邊的表現 最拜由我們給你平常的肯定 只要他們所投的每個職棒都進到去 依舊真的有過往製作打分 無論結果實力如何就跟我們做短影一樣 你每一次精心策劃的腳本 用心拍攝容易後製 一定就會讓好的結果 所以當我們在獲得勝負 探索結果的過程中 過程會進行 所以有些時候也不要太計較多 因為人生的輸贏不是靠的 關鍵是長期的影響太多 就有錄影的機會 來 偶像 請偶像加入今天粉絲群 為四年後的中華隊加油 2023已經有非常多老闆透過T-T-T-K 站到他以往二到三倍的收入 如果你也想他一樣的話 快加入粉絲群 2023一起用T-T-T-K 賺錢